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频道 肩、关节、酸痛是现代人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以前总会听到中老年人唠叨着 我肩膀疼,脖子发印,快给我揉揉 但是近几年来,这种疼痛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肩颈疼痛一般是由于局部软组织功能失调所致 肩颈酸痛的范围一般涉及肩背部 相对的肩膀酸痛则为肩关节周围疼痛 肩关节疼痛如果长期没有将它改善的话 严重会导致肩周炎 肩周炎的发病原因通常为肩周围软组织退行性改变 感受风寒失血的侵袭 肩关节周围的韧带、肌检等长期劳损 肩部外伤和肩部活动减少等 这些原因都可能引起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极慢性无菌性炎症反应 肾水水肿、日久则肌见 关节囊连连影响到关节的活动 而且现在年轻人也很喜欢运动 不是很拉伤时 只会将它放着慢慢的让它自己痊愈 但是肩前酸痛不是虽然不剧烈 但也是会影响平时工作的 人体的颈部经络比较集中 体内风寒失必过重 会造成头重颈椎酸胀疼痛难忍 也是颈椎疾病 很多人都会认为颈椎病并不是大病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就会导致病情不断加重 出现突然晕倒 甚至酿成猪死悲剧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所以小编在这里非常推荐大家 趁轻微症状的时候 加紧治疗 引药入境把风寒失必赶出去 今天小编就来教大家一个偏方 利用葱白将它外敷在我们的肩颈酸痛部位 就可以起到效果了 如何制作呢 跟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取三个以清洗干净的葱白 将它掏烂 抛烂后将它放入一个碗中 下来加入适量的白醋 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将它放置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即可将它敷在患处 每日二至三次可以起到通落止痛 关节疼痛感受风寒者非常适合使用此方法 因为冲白能够通达阳气 善寒结表此方法非常容易取得材料 而且制作又非常简单 经受损外加风寒失血清洗会使局部症状加重 而且复杂 所以小编在这里 建议患者在损伤后千万不要进行大幅度的训练 也要避免经再次损伤 而且要注意防寒保暖 使用此冲白外敷 让你的肩颈疼痛问题都解决了 希望这个冲白外敷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改善肩颈疼痛的问题 别忘了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大家